我们来看下面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会把fetch 试着在react中进行使用 那么通常来讲 它在goes的函数中 它要在goes函数中使用 它没法单独使用 刚才我们用fetch的时候直接用 那么如果我们在goes函数中使用 那我们会把async函数性质 放在goes函数上 然后让goes函数去相应进行返回 然后我们会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获取数据 一个是获取二进制的图片 好吧 那么刚才的这个东西 我们会给大家保存一下 那么让大家能够 有一个未来复习的时候 不会乱 那么我们没有一个file 叫index 1到3 我们刚才1到3的例子在这里 然后把这个 存一下 那么为了这个东西呢 后面我们就 该怎么用怎么用了 OK 那么现在呢 它是 我们要回到原来那个状态 回到原来那个状态呢 那我就直接 从这边的拷贝就完了 这个就 反正就是这个普通使用的一个状态 对吧 因为再改 我们就不在这里改了 我们会去app.js里面改 能理解吧 app.js 给 OK 那么app.js里面 刚才因为我们没用到app.js 我们直接就没渲染它 那么我们现在需要去渲染这个东西了 那么里边呢 我们看啊 reactor 这是原来的这些 这bootstrip这些都没用 好吧 把它都去掉 然后呢 app 一个寸的reactor component 然后进入render函数 在这呢 首先来讲呢 我们在把这个东西去掉 这是个什么鬼 然后呢 我们在这儿初始画一下state 点state 等于 然后呢 这儿呢 因为我们要拿data嘛 一会儿我们 data会拿一个数据上来 所以我们 因为一会儿get 我们叫get这个东西 我们其实还是get它 但get它以后 它肯定是个数组嘛 那么我们在这接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变成数组 数组以后呢 那么底下呢 我们做一个 把这个数显示出来 就是抓过来以后 我总得显示它吧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会用ul 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 ul -ul 然后上面呢 是li 那么li的时候 这是我们是抓到数组里面 而且这个数组抓完了以后 是放到data里面的 那我们在这儿显示 正常来讲 就按照 这是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就是第四点 state data 点map 对吗 顺着写啊 我觉得这个 这个如果在那个看回放的同学呢 这块你可以应该自己能写得出来了 好 这是个map map里面是操作函数 是一个箭头函数 然后的话呢 它直接返回一个东西 所以是大括号 那个小括号 原括号 不能是大括号 对吧 昨天我吃过这个亏啊 然后 那这时 这里边的li 才能返回 对吧 杠li 然后在这儿呢 我们先别着急 在这儿呢 把itom 就是要给到每个函数里边的itom和index给进去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给一个div 杠div 然后因为我们刚才这里边就是一个name一个age嘛 好 那么我们就把name和age给进去 这个是item.name 这个地方是刮括号item.age 对吧 好 那么拿到这两个东西以后 li这个地方要写key 你不写key 他一定来找你 那么这儿呢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办法 就是item.name 加上item.age 这样做呢 有一个好处 就是如果这数据真没改 他这个就不会改 对吧 你什么情况下 这个key要求不改呢 就是说我那枚也没动 age也没动 那我就不改了 也就是说 如果未来大家说 我实在找不到一个key 你就把整个数据里边的 这所有的数据整个穿起来 穿成一个串 放进去 反正你 也就是说你只要做到说 这个数据要没改 你穿出来的串 他也不改 那么也就是说 他就达到了我们所说的这个id 这个key不需要更新它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要的 我们就用这种方法 好 那么这的代码呢 这块就写差不多了 然后上面的话呢 那我们要去获取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怎么获取呢 首先我们要在什么时候获取 component deadmount的时候 对吧 component deadmount的时候 那么底下有一点 就是说我们刚才说 外边的函数 async 然后里边await fetch 对吧 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个地方 怎么写的 这是刚才做了一个 立即执行函数 然后外边是async 里边await awaitfetch await 这个res.tax 能够await的东西 都是返回promise的东西 好 那么在这的话呢 那么我们怎么办 只能把它变成async 拿async来修饰它 然后里边开始怎么样 try对吧 然后底下是catch er 对吧 好 那么上面这 是什么情况 letres 等于await 对吧 fetch 然后我copy paste了 这个ok是没啥用的 理解我的意思吧 因为你ok来ok去 你后边其实那什么的时候 它依然会 也能报错 hold住 所以在这儿 我就直接第二个 直接就await了 data 等于await 然后是res.json 我就明火之杠 让你按json解析 你解析不出来 大不了 不就报错 是吧 有什么大不了的 是吧 log 然后看一下data 然后看一下data 以后 this.set state 你得setstate 然后才能 这个触发rendor 这个前面学过的东西 不要忘 在这儿 大括号 data data 对吗 这个data 是他 这个data 是他 对吧 那么set他 如果出错了 怎么办 也不会出错 出错了 暂时我也不想管 就直接 说一句就完了 失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刷一下 好 这已经刷出来了 看 王校长 25 张三 18 李四 27 这就是按这个东西 拿过来 刷出来的东西 好 然后 我们看一下 我们怎么获取一个 二进制的数据 就刚才我们拿的数据 这是个json 那我们怎么获取一个 二进制的数据呢 获取二进制的数据呢 是这样的 我们呢 在这儿呢 为了显示这数据啊 我们在这儿加一个东西 image mg src 等于 那这个src 一定得等于一个东西 对吧 它一定得等于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 我只能放在state里面 然后我set set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才能在什么 所以我放一个mg url 报号杠 这个里面是 缺 缺整就空吧 没啥说的吧 是吧 好 那么 这个东西 弄完了以后呢 这个是 this.state image 也就是说 我一会儿只要一set它 这事就完事了 对吧 那么好 我们还得在 deedmont这边做 那么这儿做的时候 反正互相之间不影响 对吧 那互相之间不影响呢 那么底下我还是得fetch 我就直接在上面改了 那么这儿get到的是什么东西 这个时候我在这儿放了一个文件 叫密点gpg 这还是我 这不是因为自恋 这是因为找一张图片 然后不侵权 实在是有点麻烦 那算了 我就拿我自己照片来回弄 反正我自己的肖像无所谓了 是吧 大家凑合看 看恶心了 你就看会别的 再给我换一换 然后回来再看 我的照片应该不至于 让大家看恶心 顶多是看烦了 然后在这儿呢 还是我获得public密点gpg 然后这个时候 我就不能按jason去解析了 我jason解析不出来 就刚刚才我们说的 按照blog来解析 我按照blog来解析以后 然后它会生成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把这个地方 那返回的叫mg吧 这个东西其实来讲 我可以给大家打一下 看一下 它其实是一个数据 这个是一个真正的数据 算了 这一会儿在那什么 一会儿 一会儿再看吧 然后的话呢 我就直接说了 这个东西在产生以后 是mg会生成于 生成的url 存在于一个浏览器的内存中 就是我们底会掉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letmg url 等于什么 等于叫url.create object 然后把mg 然后把mg放进 img是一个数据块 那么img这个数据块做完了以后 那么这个create这个事情呢 事实上来讲呢 就是create object url 在浏览器的内存中 会生成一个 一个url 就是在道母被摧毁以前 浏览器可以访问这个url 也就是说我现在漏的 我从这拿一个文件 拿完了文件 解出来是数据块 但是来讲呢 你想我img要想显示 它一般是什么 你得把它以一个文件的形式 存在一个东西上 然后给我一个url地址 然后把这个url地址填到src里面 它跟jason这个感觉不一样 那么在这的时候呢 我就要做一个东西 我用这个 我这create一个object url 以这个数据块为线 然后去生成一个相应 它会在内存里边 把它存在内存里边 然后生成一个url 在这个道母摧毁 没摧毁以前 我可以随便用它 但是如果一旦摧毁了 我就用不了了 mg url 我们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 现在这个东西出来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个blob 这个刚才我们打印出来 它的size是44个k 然后呢 它的类型呢 是imagegpg 那么blob OK 那你也解不了它 反正往里一放 这就可以 那么这的时候 其实来讲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element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src 这是一个blob 你看它会告诉你 这是一个blob 然后呢 然后呢 你可以看 现在这个是有的 好 但是呢 如果我把这个摧毁掉 这是刚才 我在这拿到的时候有 现在这个东西还没关 我一刷新 这个刷新它 看它生成的一样不一样 对就没有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次生成的又变了 看到吗 这是5f开头的 这现在已经是86开头 就它每次生成的 它前面不一样 也就是说 只要这个东西 倒闭刷新 这URL就失效了 能理解吧 OK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第五个例子